他们这样怎么成 咱们绝对不能受这窝囊气 金汁一个女孩子家 当保姆还要带个孩子 你让人以后怎么过 你干什么去 我就不信心 我最不怕的就是撒泼的女人 我去会会她 看她能把我怎么样 你给我站住 你就不能把自己素质稍微提高一下 老跟比自己低的人比 这叫以奇人之道还治奇人之身 跟不讲道理的人就不能讲道理 要不彭卫宇会被人当成流氓 徐慧姐都会讲道理 一句脏话就把她骂成结巴了 你放心 我不和他们吵 丢人 我叫几个人去 保证个子都比你高 他不是嫌他们饭馆盘子多吗 我帮他摔 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坐上 这儿没你什么事 我咽不下这口气 什么咽 咽个花 忍着 你们别吵了 我看还是要靠法律来解决 这关系到庭廷的将来 你买菜回来了 我看你都买了些什么呀 黄瓜 东瓜 芹菜 还有花菜 还有牛肉 这么多呀 黄瓜 这黄瓜是不是有点老了 这黄瓜 不会吧 这个呢 花菜 你看这叶子都打面了 这叶子 这可是我挨个挑的 挑的 那那个那个多少钱一斤 两块 两块 贵了 你呀 你应该砍砍价 像这些东西啊 你都应该 小钱 你记账了吗 彭大哥没让我记账 徐大姐也没让我记账 那你是无计呀 我记账给你看呀 哦 大哥大姐回来了 我洗洗手去做饭 是你找金之谈 还是我找 还是我来谈吧 当 打官司 对 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 这是最好的途径 我真是给我妈丢脸丢尽了 她要是知道我在这儿 跟人生了孩子 又跟人打官司 肯定不认我 这也没有什么可丢脸的 用法律来解决问题 是最公正的 再说 这样做 对婷婷也是最有保障的 怎么保 梁大满又不承认是她的孩子 法律会让她承认的 只要一个亲子鉴定 她不承认也没有用的 你知道什么是亲子鉴定吗 不知道 很简单 抽血化验 用遗传基因来证实 婷婷是梁大满的孩子 她不承认也没有用 那就是说 梁大满可以当婷婷的爸爸了 金芝 我了解你心里的感受 可你不应该再对梁大满 抱有希望了 我所说的 跟感情是两个概念 证明她是婷婷的爸爸 她就要负责任 每个月 她要给婷婷抚养费 这是个法律概念 我们婷婷命真苦 好了 别命不命的了 婷婷以后会好的 你同意吗 你同意的话 我就去找徐强的律师 写起诉书 我同意 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讲 确实是这样 这里面有两层意思 第一 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 享有同样的权利 父母都有抚养的义务 梁大满必须尽他的义务 第二 这个孩子是由你来抚养 还是由梁大满来抚养 归我 婷婷得归我抚养 哺乳期的婴儿 法院通常会判给母亲抚养 但是 您也要有固定的工作才行 甘律师 您不必要用这么多 专业的法律名词 问题很简单 孩子一定要让金枝来养 你给人梁大满 梁大满也不要 再说我们也不放心 这是第一 第二 梁大满一定要付抚养费 绝对不能便宜了他 第三 没第三了 您只要能够实现这两点就可以 清楚了吗 是啊 我也是这个意思 法院也会要问他 用什么来抚养孩子 他住在哪里 这些都是咱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金枝他必须要有固定的经济来源 我给他一个工作 我给他开工资 这算不算经济来源 算啊 当然算 这不就完了吗 他是您公司哪个部门呢 彭委员 你是哪个部门呢 我不知道 我还真不知道我是哪个部门呢 你说呢 要么归人事部 要么归总经理办公室 成 就归总经理办公室 打子玩呗 这不解决了吗 很简单 徐强 咱们是不是等一下甘律师 跟他打个招呼 对对 谢谢你徐大哥 帮我找了一份工作 我的命真好 竟碰上好人了 别那么客气 我觉得天底还有好人多 就那么俩坏人 还都让你给碰倒了 行了 徐强 晚上回家吃饭 我让小钱多多点好比 还是我来做吧 小钱做饭做得很一般 等会儿 看来你是经常回我姐家吃饭 对啊 我忙啊 你总不能让我光拉末不吃草吧 就是啊 还要靠他跑前跑后呢 我没别的意思 成 那你们先回去吧 我们俩还有点事 先走了 对了 我不回来吃饭了啊 好吧 好吧 谢谢好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姐跟你生俩姑娘这不假 可是那也是你亲生姑娘了 再说了 那生儿生女 我姐一个人能说的算吗 大兄弟 好歹咱们也是一家人 这垢劫上 这落井下石的事 你不能干吧 少废话 这官司怎么办 这不是想情天 惹了落地雷吗 你说 那你说怎么办 董事长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你现在问我了 你当初干坏事的时候 怎么不问我怎么办 我干什么坏事 我们就真的把他给告了 对 很快就开庭了 可怎么说他也是婷婷的爸爸呀 你怎么这么幽柔寡断的 不就是因为他不承认是婷婷的爸爸 咱们才告他的吗 好 现在当庭调节 法庭询问 原告 同意当庭调节吗 同意 被告梁大满 同意 原告刘金芝 要求你一次性支付生育时的住院费五千三百元 你同意吗 同意 原告要求你每月支付刘婷婷 抚养费五百元整 一直到刘婷婷年满十八岁为止 共计十万八千元 你同意吗 我拿不出这么多钱 一个月五百元有点多 我也没个正当职业 再说 干饭馆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 杨高发 她是婷婷的爸爸 她要是个人就应该有良心 她不应该抛向我们母女不管 你们知道吗 原来她可不是这样说的 她说我好 说我如果生个男孩就更好 就要跟我结婚 她骗我 我没骗你 我就是想要个儿子 我是开刀生的小孩 住院废话的不少 她都不管 她装傻 她躲着我 还好 是好心的徐大姐替我付了钱 梁大满是没有良心 我是瞎了一位 可是小孩是无辜的 她那么小 她还要吃 要赶紧 还要上局 今后这些可怎么办 都需要钱了 住院费我给 我都带来了 付养费我也没说不给 我一个月少给点 行吗 绝费姐 行了 不哭了 关系已经打赢了 她一句话也不为我说 老说她老婆不容易 你说她以前为什么不这么说 你还指望她说什么 就这么走了 真的不看一眼孩子 想啊 怕进这儿骂我 不会 不管怎么说 也是你自己的骨肉 能让我看着孩子 不像我 像金智 是啊 像你多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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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志 以后能让他认我这个爹吗 都 不认了 我也不配给孩子当这个爹 再找一个吧 几位 拜托了 作为男人 以后在配当爹的时候再当爹 行吗 我先走了 先走了 我有吃联系 再不配 也得按月给孩子钱 希望你能记清楚了 报不了 报不了 怎么回事 吃饭 金志 来吃点东西 别光发呆啊 要么我先哄婷婷去睡觉吧 你们先吃 不用了小钱 你先吃吧 我看你也挺累的 我不累 饭是彭大哥帮着做的 豆豆和拉拉还帮忙了呢 是吗 我怎么想都是啊 还是怪我自己糊涂 没长好眼睛 你得了吧 那两口子我也看见了 别说你 就是我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那女的多厉害呀 紧要关头和那男的手拉手移植对外 金志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是啊 我们婷婷长大了 可别跟我一样呢 要想徐阿姨 和罗阿姨就好了 金志 婷婷长大会好的 你也会好的 我 我想敬大姐大哥一杯 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 金志 你别这么说话呀 弄得大家心情都不好 连饭都吃不好 对 你别那么客气 我 我打算明天回老家去 在这儿也给你们添了太多的麻烦 不麻烦 我们早都习惯了 我还是回去吧 我挺想见我妈妈的 她都当姥姥了 还不知道呢 金志 回去好好跟你妈说说 她肯定会高兴的 不管怎么样 婷婷也是她外孙女 隔代人都亲 对 说得对 再怎么说 你也是她女儿 她也是你妈呀 彭大哥 徐大哥 你们都是好人 行了 你要是真想走啊 我们也不拦着你 明天我送你 彭大哥啊 人真好 我就觉得呀 你们城里的女人就是有福气 你看 徐大哥和罗大姐 彭大哥和徐大姐 一看呢 就是天生的一对 不不不 是天生的两对 你看出来了 又有女事 小钱 你别乱说 我跟罗曼呢 是算一对 可我姐跟彭卫宇 没什么关系吧 怎么回事啊 胡逗逗 吃饭不许叭起嘴 你干嘛那么说话 我说什么了 怎么叫你姐和彭卫宇 没关系 什么才叫有关系 不是 好 那你说 他们俩有什么关系 你没看到他们彼此的眼神吗 我看他们有关系 我看他们俩在一块挺好的 我看他们就是天生的一对 我告诉你 我姐跟彭卫宇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俩好不是挺好的吗 你干嘛那么着急啊 我再跟你说一遍 不许再造他们俩的谣 听见没有 你姐怎么了 是单身 彭卫宇怎么了 也是单身 他们在一块是天经地义的 用得着我造谣吗 用得着吗 不是 那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着什么急 徐强我看你就是有病 我送你啊 不要 彭卫宇 徐总留话说 让你下班等他一下 他有事啊 不知道 他说让你一定要等 他干嘛不过打手机呢 不知道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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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外科 喂 是我 听出来了 有事吗 今天你能不能去接一下豆豆和拉拉 去枪找我有事 行 安安 你还回来吃饭吗 不知道 我还没见着去枪呢 彭卫宇 等一下 找我有事 有事 要是不急的话 我先去接一下豆豆和拉拉 然后 急 还是你去接豆豆和拉拉吧 嗯 先接 你姐 我知道是我姐 找我什么事 嗯 也没什么大事 我就是想找你喝酒 开车不能喝酒 我可是个职业司机啊 醉了就把车搁那 或者打车 吃饭 喝好了 咱们家煮饭安静下来了 不过我今天要你的面子 我也想 我也想 那天天不是咱们家的人吗 那彭卫宇呢 他有事 你们两个快点洗手 他今天不回来吃饭了 我再问问 走啦啦 走吧 喂 下班了吗 下班了 下班了 你回来吃饭吗 哦 我不回去吃了 我今天要回去讲一句吃 对 好 你姐 怎么了 我姐现在给你打电话 比给我亲多了 我倒是没太注意啊 你是经常到我姐家吃饭 对啊 我得接孩子啊 先接啦啦 再接豆豆 最后接你姐 然后再给她们做饭吃 怎么了 啊 没怎么 我就是纳闷 你怎么会经常去我姐家吃饭呢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又是豆豆又是啦啦 你应该知道 嗯 是啊 走吧 咱俩有日子没在一块喝酒了 是啊 你太忙 你到我这儿多长时间了 有下两年了吧 真快 虽说你到我这儿来上班 我给你开工资 但说心里话 彭伟云 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作我的手下 我把你当作我最信赖的人 我的兄弟 我知道 我也一样 你为我姐做了那么多事情 为我操了那么多心 谢了 你干嘛那么客气 我不是客气 我是说心里话 好 那我也说心里话 这些都是我乐意的 自从我姐夫没了到现在 我姐能缓过来 能够在她脸上天天看见笑容 你功不可没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些都是我愿意的 看到她这样我也很高兴 你慢点 你今天是不是想买醉 没事 没事 我姐不能再受伤害了 我希望我姐以后过上 幸福快乐的日子 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对 我也这么想 她确实不能再受伤害了 像她这样的女人 像兔子一样温柔和善良 随便一个什么人 都可能伤着她 我知道 她必须找一个好男人 对她好 薛阿姨 你怎么不吃饭呀 阿姨吃 彭叔叔今天不过来吃饭 我还真挺想她的 拉拉你呢 我也挺想彭叔叔的 西华阿姨 你想彭叔叔吗 喝汤 我不喝了 我要给亚莲娜当药盆去 我也不吃的 我姐以后肯定会再婚的 她如果不再婚 如果没有一个人去照顾她 到我这儿就过不去 你觉得她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呢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合适我不知道 但是我很清楚 什么样的不合适 什么样的不合适 你知道我姐 为什么喜欢李曙光吗 为什么 因为她有极富魅力的两方面 哪两方面 在外面事业有成 在家里柔情似水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天底下 就没有这样的人了呢 你终于说出来了 我说什么了 你以为你是这种人吗 在外面事业有成 在家里柔情似水 不好说 所以 我从来没认为 你能当我姐夫 兄弟是兄弟 姐夫是姐夫 两回事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想这件事情我想了两天 两天哥们 我在想 你 彭未雨 你 你要是当我姐夫 会是什么样 你跟我姐过日子 我姐跟你白头到老 这 这不可想象啊 我能管你叫姐夫吗 彭未雨 你有很多优点 这我知道 但你也有很多缺点啊 你知道你最致命的缺点是什么吗 你是受过女人伤害的人 你是对女人有恐惧感的人 娶一个女人 你做好准备了吗 你以为你能跟李曙光比 你在我这开了两年车 你到现在还在开车 你一个连兔子都没养明白的人 你能对妻子柔情似水关怀被之吗 谁说养不好兔子就做不好人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今天叫你来 就是特别理性地提醒你 你们俩的前途 是不可能幸福的 你跟我姐能到现在这一步 够了 足够了 我不希望将来你我他三个人 反目成仇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我做主了 你做主 我看你做不了这个主 你连你自己的主都做不了 你以为徐惠是什么样子 你说你了解他 我看你那是吹 徐强 你成天坐在你那个带空调的办公室里 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觉得天底下什么事你都可以插手 觉得天底下什么事你都可以管 谁批准的 我告诉你 你那些什么网络股票都是还是蜃楼 稍微一点挫折 你就可能倾家荡产 你到时候还不如我今天可以赶出来开车 你今天跟我爬雪山过草地的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 不是就想说我跟徐惠的事吗 此事我做不了主 徐惠说了也不算 但是我们都有做主的资格 而你恰恰是你 做主的资格都没有 好 你别急啊 你说什么呢我没听明白 我说完了 你今天说的话我都听明白了 你放心 我不会再去打扰你姐了 不过我现在要去接斗了 你怎么可能 你没听明白 我说是什么 你去批准了 有什么事 你才能跟你说 习惯了 你永远 我憑禄 你每个人都听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逗逗也不能总是住在这儿 她有自己的家 逗逗跟拉拉在一起 不挺好的吗 这么大的酒期 你喝了多少酒啊 没多少 是不是徐强说什么了 没有 算了 明天再说吧 明天你送逗逗和拉拉 我就不过来 彭卫宇 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 没见你喝过酒 你怎么了 你少点睡吧 我该走了 你有什么事 别瞒着我 好吗 好吗 喂 徐强 我是姐姐 我是你姐姐 姐姐 彭卫宇是跟你吃的饭 怎么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什么事 好了好了 等你酒醒了我再问你吧 你没事吧 事儿 什么事儿 没事儿 我这不是接你上班吗 哦 你有段时间没来接我了 这冷丁来接我还不太习惯 不习惯 这有什么不习惯的 很快就习惯了 昨天你没去接拉拉是吧 没有 今天去 正好我要把土豆搬走 对不起我没看见 彭卫宇怎么了 他怎么就不能和你解好呢 你姐能从你姐夫的阴影里走出来 能有活下去的希望 不都是彭卫宇陪着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 你难道看不出徐慧的变化吗 对 我承认 我姐是变了 我也很感激彭卫宇 但这并不代表 我姐非得嫁给她呀 就是嫁了怎么了 我看她俩在一块挺幸福的 你凭什么要破坏这种幸福呢 她们告诉你 她们幸福吗 告诉了吗 她们自己敢承认这是一种幸福吗 但是 我能看到 她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神 我能听得到 她们说话的那种声调 我也能感受到 她们在一起的那种协调 我愿意相信 那是幸福 是幸福 许强 我想告诉你 我很羡慕彭卫宇和许慧 她们之间是爱情 她们一起度过了那么多难关 我想 要是我们能跟她们一样就好了 那你就又想错了 那你就又想错了 我们两个 永远不会跟她们一样 人跟人 是不会一样的 你是说 冯卫宇永远都取代不了黎曙光 对了 转轻 永远代替不了生活 许强 我觉得你像一个强盗 你在扼杀一段美好的情感 怎么办 你自己不得了 既可以坐在这儿 你把警察和最后一线 探索 请请求 你不得了 有跟乖的 可 自愿 你不得了 才是 你不得了 要不是 是不是 可以 昨天他又来找我他 他说 要我们结婚 要我们分手 他这么说的 我真的不想跟他分手 可我确实是怕结婚 为什么 我就是怕结婚之后 我们两个人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 肯定跟现在不一样 但结婚有结婚的好 你真的觉得结婚好吗 真的好 那你呢 你干嘛不再结婚 为什么这样问呢 现在说的是你啊 问了怎么了 你是不是跟那个叫彭卫宇的好着呢 你觉得他人怎么样 我觉着他挺合适的 感谢你能努力 咱们俩一块把自己嫁出去算了 你真觉得他合适 怎么可能呢 我早就跟吴总说过 让他把账上的钱赶快给我划过来 都两天了 他人呢 吴总出去了 他没说去哪 手机也关了 让他回来之后 马上给我回电话 无论如何 跟家和公司的吴总联系上 知道了 哎 彭卫宇呢 哦 呃 陪广告部的陈经理去电视台了 干嘛飞他去 他说他的车闲着 他自己要去的 您要是急着找他的话 可以打他的手机 算了 他能回来再说吧 可他得去接孩子 什么孩子 他没说 走吧 姐啊 是我 可能你得去接上孩子 今天不行 我要加班 不能接孩子 那算了 啊 对了 昨天晚上你们怎么了 怎么能喝成那样了 我还从来没有见朋友 也喝过酒 他还说把逗逗接走 你跟他说什么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 聊天呗 有事你不要瞒着我 没有 真没什么事 姐 真的 那好吧 我再打给彭卫宇 好 再见 我再打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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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陈景领去了一趟电视台 后来他自己走了 我就来看看你是不是还有事 没事 回家吧 好 朋友 我觉得咱们俩怎么那么别扭啊 怎么别扭了 这不是挺好的吗 别扭 肯定是别扭 我不是反对你跟我姐好 我就是担心 也许你的担心是对的 在咱们俩的关系还跟从前一样 你别想太多了 不可能了 一样 只不过是你自己想的太多了 真是我想多了 对 你想多了 我回家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来晚了 路上堵车 你也不用跑了 您都出汗了 出汗了 怕你着急吧 不着急 我去坐这儿等 黄叔叔 黄叔叔 黄叔叔有事儿吧 咱们回家吧 好不好 来 回家喽 还是没有人接 我怀疑 我怀疑 彭叔叔的手机 会不会被小偷偷走 不会吧 可能彭叔叔在忙 恰好没听见 我再试试 是吧 喂 你终于接电话了 我给你打过电话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可是白天我太忙了 我不仅仅是白天给你打过电话 你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吗 我不问了 谢谢 你现在在哪儿 回来吃饭吗 不了了 我正在吃 那你还回来吗 还这么想你 我累了 我想歇一会儿 我会给你留点吃的 待会儿你饿了 就过来 别 你别给我留了 我不过去了 我先挂了 阿姨 阿姨 彭叔叔的手机没有丢 他不回来吃饭了 那我们可以吃饭了吗 吃吧 嗯 没办法 真的吗 一吃饭了 我来吃饭了 我来吃饭了 你吃饭了